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悠悠姐姐 欢迎大家来到悠悠绘本课堂 今天悠悠姐姐要跟小朋友们分享的绘本是 萌宠乐园 冒际风波 小鸟夏末向朋友们宣布 今天是萌宠乐园礼貌节 我们要举办赛马比赛 她往魔法池中撒了些魔法粉 继续说 开始之前 有一名皇家礼貌明星将以神奇的方式现身 这位明星将为本次比赛发令 听夏末这么说 大家都好奇地盯着水池期待着 小猫咪莉莉打起了手骨 五点声让神秘的气氛更加浓厚 突然 小猫咪珍宝 驾驶着失控的帆船从门口冲了进来 她下着跳下了船 落到了莉莉的骨上 被弹进了魔法池中 见珍宝出现在魔法池里 夏末灵机一动 宣布道 魔法池 魔法池决定由珍宝担任皇家礼貌明星 小狗 小南瓜一巴巴 抓住一脸迷茫的珍宝 说道 来吧明星 你现在需要一顶漂亮的帽子 小南瓜带着珍宝来到了自己的卧室 她推出了一个礼貌箱 珍宝满怀期待地打开了箱子 然而她美好的想法却落空了 里面竟是一顶她见过最傻气的 还缝着好多层花边的帽子 这是我亲手缝制的 小南瓜说道 珍宝其实不喜欢这顶帽子 但又不想让小南瓜失望 所以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可小南瓜竟以为她很满意 兴奋地说道 你戴着真漂亮 我好开心啊 她热情地拥抱着珍宝 可珍宝戴上这顶帽子 实在自信不起来 这时 小老虎苏丹来找她玩 她看见珍宝就大笑起来 珍宝觉得苏丹在嘲笑自己 戴帽子的样子 她觉得既尴尬又生气 留下大笑的苏丹 怒气冲冲地走了 其实苏丹并不是在嘲笑珍宝 而是想告诉她一个好笑的笑话 兔子小将果告诉她 蜜蜂之所以有黏乎乎的毛发 是因为他们用的是蜂蜜树子 想到这些 她就会大笑不止 苏丹直住笑 转身去找珍宝 才发现珍宝早就离开了 此时 在田径赛场上 参赛的选手 小马们都已经为 猛宠乐园赛法比赛 做好了准备 珍宝本来也应该准备好了 但是她一直纠结 要不要戴上帽子 如果戴帽子呢 她害怕大家会嘲笑她 如果不戴帽子呢 她又担心让小南瓜失望 就在这时 夏摩过来催促她赶快上台 珍宝深吸了一口气 她已经做好了决定 她不想让小南瓜失望 于是她闭上了双眼 缓缓地向台阶走去 头上戴着那顶帽子 珍宝刚一登台 就听到了欢呼声 她睁开眼睛 发现所有的市民都在为她欢呼 珍宝非常开心 她没有让小南瓜失望 小南瓜设计的帽子 也得到了大家由衷的赞美 接着珍宝大声宣布 蒙宠乐园赛马比赛 现在开始 瞬间 马儿如离间的剑一样 奔了出去 市民们欢呼着 把帽子抛向了空中 在一大片欢声的海洋中 珍宝从心底 露出了最幸福的微笑 今天是小南瓜 参加舞蹈演出的日子 她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彩排完成 节目单打印好了 耶 太兴奋地说道 现在她只需要准备一些小点心 就大功告成了 此时 兔子小姜果在厨房里面 正为小南瓜烘焙饼干呢 小猫咪珍宝在一旁 兴致盖然地观察着 快做好了 小姜果说道 亲爱的珍宝 你能把喷洒瓶递给我吗 珍宝打开橱柜 看到了两个模样相似的喷洒瓶 她拿起了绿色的那个 发现里面的粉末 竟然在闪闪发光 小姜果把绿色的粉 撒在饼干上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饼干竟然全活了 饼干们盘着整齐的队伍向门口走去 这时魔法小鸟夏末 恰好飞进来 我的魔法粉落在了这里 她说 小姜果仔细地看了看喷洒瓶 又看了看饼干们 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突然 他们听见外面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原来饼干们跑到了舞台上去了 正在撒野搞破坏 小南瓜急得哭了起来 赶忙向朋友们求助 快帮我抓住这些坏饼干 不然我的演出就要毁了 朋友们立刻采取了行动 可饼干们太淘气了 珍宝一直追到树林里 却抓到了一只蜜蜂 小姜果用牛奶来吸引饼干们 结果不光一个饼干没抓到 还被弄了一身牛奶 千万不要影响我展现完美的旋转 轻盈的舞步和可爱的跳跃啊 这样想着 小南瓜开始舞动起来 没想到饼干们都被她的舞蹈吸引了 渐渐地开始向她靠近 聚集在小南瓜身边的饼干们 竟然跟她一起跳起了舞 小南瓜捂到哪儿 饼干们就跟到哪儿 于是小姜果赶紧拿一个篮子 把饼干放了进去 小南瓜很轻松地就把饼干们 一个一个地抓到了大大的篮子里面 这时夏末带着魔法粉来到了 她打算把米饼干们变回原本的样子 让人意外的是 小南瓜竟然阻止她说 为了表演 能不能让他们在我这儿多待一会儿 我保证他们会乖乖听话的 夏末同意了 这时观众席上已经坐满了观众 表演开始了 小南瓜和她的舞者们 一起跳起了欢快的爵士舞 表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天渐渐黑了 弯弯的月亮升到了天空中 这一场精彩绝伦的舞蹈表演结束了 可爱的饼干们终于安静下来 看着他们珍宝忍不住感叹道 这就是会跳舞的饼干啊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好听吗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哦 让我们下次再来听 更好听的绘本故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